蟑螂的危害 大家都知道,蟑螂是一种危险性极大的生物,怎么也灭绝不完,让人烦恼。 那么蟑螂到底有什么危害,你知道吗? 蟑螂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种。 第一,传播病菌。 蟑螂携带的病菌中最为危险的就是传染马蜂的马蜂分支杆菌, 传染线鼠疫的鼠杆菌,小而腹泻的腹力级杆菌。 第二,蟑螂会咬人。 蟑螂咬人后且有感染病毒的可能。 第三,污染环境。 蟑螂有边吃边拉的习性,携带有大量的寄生虫。 被蟑螂爬过的东西都有可能带有污染,会导致人肚子疼,拉肚子。 第四,电气发生故障。 蟑螂几乎什么都吃,因为蟑螂啃咬的习性,导致通讯设备、电脑等发生故障和断路。